李太傍晚回来 看着一屋摆得杂七杂八的盒子 匣子 传了侍卫 询问了一遍一遇今日的动向 就让人去卢老夫人的院子去叫他 一遇正拿着街上逃回来的一对碧玉葫芦 通卢老夫人讨论真假 一听说李太回来了 也没放下东西就跑 而是叙叙叨叨 又同他祖母说了一盏茶时候 还是老夫人碾人 他才留下葫芦离开 回到房里 门外只有周人一个守着 他伸手拦了平慧 掀了竹帘让一遇进去 屋里没见下人 一遇一拳一拐 狐疑地走到内室 听见屏风后面的水声 才晓得李太是在里面沐浴 正打算退出去 便听见他在这空荡荡的屋里 更显冷清的声音 过来给我擦背 一欲愁愁一顿 便厚着一张脸皮 掀开围蔓绕进去 李太不洗热水 隔间里没有雾气 一眼瞧见他光滑挺拔的背脊 忙低下头 磨磨叽叽蹭到了玉桶边上 抓起一旁三足高架上的灶痘 在手巾上搓了搓 按在他背上 边擦拭边问 晚膳吃了吗 嗯 李太侧仰起头 看见他微微垂下闪着弧光的睫毛 想起侍卫的汇报 从水中伸出了一只手 滴着水珠的手掌轻抚在他脸上 低声道 今日出门了 一直在家中等消息 有些无聊 最重要是 他不在 他一个人也待不住 一遇眉避开他湿漉漉的手指 雨光越过他肩头 看见他胸前两块紧绷的浅密色肌肉 脸颊熏红 无聊 李太食指有意无意擦过他唇角 滑到他泛着细小容光的耳唇上拨弄 看着他脸色愈发红润 一双闭眼暗响 自打在船上见了那只河囊 两人就没再行过防事 夜里睡觉也是熄灯后 轻轻摸摸点到为止 眼下这气氛暧昧得紧 一欲下意识地想躲 但脖子还没缩回去 就被他抬手勾下来 一个绵绵长长的纹 足以让他晕头转向 没什么反抗能力地 被他捞进了水里 湿了衣衫 扯掉 歪了发际 散开 水面上飘着他一层青绿色的纱裙 他驮红着香腮 椅背靠坐在他胸前 像是扶开一朵白莲 透着清香 挂着露珠 好叫人想要采鞋 李太今日却想细细尝了味道 一手掌握着他上身 一对酥棉把弯 下巴从他背后 抵在他肩窝上 仗着身高的优势 低头用舌尖描绘他锁骨形状 另一只手探到水面下 有些强硬地分开他病龙的腿 摸索到了地处 轻波慢年百般戏弄 直至他可怜兮兮的呜呜出声 才探纸进去 你 你 一欲陡然睁开湿润的眼睛 长红了脸去捉他手腕 怎敌他力气 几番撩拨 已是被弓尺掠地 欲退不能 耳边一扬 湿软的唇瓣贴上来 低哑的嗓音 仿佛弹在他心口上 杨周成好玩吗 还不 不错 别 被他陡然使力弄疼 一欲委屈地叫了一声 红嘟嘟的小嘴便又被堵上 又过一阵被他摸索到了去处 他炙热的亲吻又转移到别处 而他只能哼哼宁宁靠在他怀里吸着气 被他握着的柔韧腰枝拱起 没多大会儿便伴着一声逆人的低音 又躺回了他怀里 脑子一片空白 还没来得及平复砰砰乱跳的心 就在听见他磨人的嗓音同时 下身又被一团火热猛烈地挤压而入 那倍感异样的酸杖 清清楚楚地提醒他 身后这男人忍得多久了 明日陪你 李泰低头 看着他动情吁吁的连人模样 呼吸欲重 掌心紧紧贴在他柔软的小腹上 总算不再忍耐 开始享用今晚的宵夜 什么叫明日陪你 一遇第二天 腰酸背疼地在床上醒过来 可算是明白了 外面下着小雨 闭着眼睛 也能闻到屋外飘进来的凉爽潮气 就好像回到了翡翠院 他翻了个身 将手搭在李泰的腰上 埋头在他暖乎乎的腰侧 听着他翻书的声音 心中一片安定 什么时候了 他嗓音沙哑 懒洋洋的滋味 快到午时 饿了吗 李泰放下书 低头拨开他脸颊上的头发 看着他睡得红红的耳朵 声音比平常要温和许多 嗯 一遇孤怒了一声 有动静了吗 动静肯定不小 经过一夜 半座城都是在找宋家逃饭的 宋心慈若要继续躲起来 早晚会被搜查到 一遇又在床上躺了一会儿 便换平慧进来洗漱了 差人到卢老夫人院子里 说了一声 夫妻两个一道 用了午饭 正想着下午做些什么 打发时间 同一华一起跟踪宋心慈主仆的求二 便被周仁带了过来 宋心慈是个什么样的女子 一遇通过半路上几件小事 也大概认识到一些 她可以肯定 她会去找卢俊帮忙 但真从求二口中听到 她在这种情况下去找了卢俊的时候 一遇还是忍不住又多恼了她几分 走投无路的时候 一遇自己也有过 甚至在卢智起初 因为长孙患遇害被捕狱中之时 她当门去寻过李太帮忙 但那是因为她知道 卫王府对上长孙府 有有胜算 若卫王府势力弱上一些 她就不做这想法 正如她去捷狱 匡骗了面具男子带路 但她那也是做好了万全的打算 连退路都计划好 倘若她无独树在身 亦不会做出那样坑人的选择 捷狱 那是好玩的吗 宋天军还有三四个忠心的亲信部下在 阿虎在都督府抓人的时候让人藏了起来 宋小姐去了几个地方 今天早晨在城南一间小杂院里找到他们 阿虎有武艺在身 一华姑娘没敢太过跟进 只大概听了他们说话 阿虎不知哪里来的银钱 早早买好了一只小船 在城南河岸收藏 与护送宋小姐他们逃走 但宋小姐不肯 坚持要救宋天军和宋夫人出来 最后他们商量定 让宋小姐先到城南上船等后 阿虎独自去城西大狱里救人 宋天军的救部在城门处接应 届时在一起远走 手里的茶杯差点就扔了出去 一欲勉强忍住怒意 扭头对李泰皮笑肉不笑道 你瞧 还有比我二哥更蠢的吗 救了人家一回两回 落得个诬陷偷懒 被念流落街头的下场 到头来人一大家子 还得靠他去救命 李泰少见他气成这个样子 并没去安抚 又去问求二 他们及时行动 回王爷的话就在今晚 虽没听清楚 但约莫是害时过后的 求二斟酌了一下 补充道 宋典军的部下里有个叫乔游 很早以前就在城西大狱里挡过牢头 小的又特别打听了 狱卒夜里紫时到丑时 口是最松懈的当 李泰点头 万一遇到 尼玉如何 他有十多种法子 能将卢骏打包回京 但堵不如书 让他借此事发泄干净 也好在心里憋火 虎忌太为人怎样 一遇问了个不相干的问题 阴险 有几分小聪明 不堪大任 李泰口中 能称得上一句聪明 哪怕是小聪明 也说明这人是有脑子的 一遇闭着眼睛 想了一会儿 突然睁开 冷笑一声道 他不是胆子大 要去劫狱吗 单枪匹马 那就让他去劫 岳王都督府 胡安熙走进书房 没有敲门 看见书案后 正在写信的胡继泰 便问道 爹 人找到了吗 还没有消息 胡继泰放下笔 抬头露出了一张 颇为淡定的脸 那怎么办 别日子长了 再叫人跑掉 宋情元手里 捏着咱们把柄 这不是叫人夜长梦多吗 胡安熙显然比他老子更怕事 若他们这桩事被查了 那就不光是个勾结严道 那是欺君之罪 是百分之百要掉脑袋的 胡继泰轻笑一声 嘿嘿嘿 莫急 咱们等他送上门来就好 胡安熙眼睛一亮 怎么说 你记得宋恩孝手下 有个很能打的车夫吗 好像是有这么个人 哎 对了 孩儿记起来了 胡安熙一拍手道 这人不是因为 同那宋情元有了私情 被宋家撵走了吗 孩儿当初还派人去汪口收服过他 结果这小子是个死心眼 软硬都不吃 宁愿在河岸上当个脚夫 是个不成器的东西 我让人打了他一顿 就没再理会他 爹 你说是这人 正是他 胡记太摸摸摸胡子 此人自宋家出事就没了踪影 宋恩孝那几个勤部失踪 想来同他有关 此人对宋家小姐倒是痴情得很 宋家小姐又是个孝女 不会丢下宋恩孝夫妻不管 不然他也不会又跑回扬州 若爹没有姑错 只需家派西城大狱人手 瞪着他们自投罗网就是 胡安息大喜 爹 还是您考虑周全 又做事低头拱了拱手 孩儿自愧不如 这么巴结为父 是有什么要求啊 胡记太老来得子 就这么一个毒苗 很是疼宠 胡安息轻轻嗓子 眼里闪过了邪光 上前道 爹 那宋情元抓到了 能不能宣布杀 胡记太瞪他一眼 哼 有什么女人没有 你留着她 也不怕死在床上 嘿嘿嘿 敢笑了两声 胡安息道 哪能啊 一个最沉之女 就是当我的侍妾都不够格 爹 您还不知道儿子 就是贪个仙 行了行了 给你留着就是了 胡记太不耐烦的挥手 口中不忘教训 你这毛病 若不收敛收敛 早晚得死在女人手里 嘿嘿 谢谢爹 孩子搞退 胡安息 你却慌忙迎上 还没叫出声 就被黑影放开的送心词 上前捂住了嘴巴 嘘 小声 你们顺着那条路 贴墙而立的黑影 很是高大 隐在暗处 看不清样貌 但这低魂的声音 可变出是一名成年男子 他伸手指着不远处 道旁的小树林 压低了声音道 穿过林子 一直往东南岸边走 有船在那里等候 看见船头的绿纸灯笼在过去 胡大哥 那你呢 喜鹊小小声地问道 我救了人 便会同他们一起去找你 心慈 黑影向前走了一步 月光下 露出一张棱角分明的脸庞 物观本来英俊 却因左眉上 一道新生的肉红刀疤 毁掉平添几分凶气 宁安哥 宋新慈咬着嘴唇 一脸欠疚地迎上他 坦然的目光 心中突得犹豫起来 想要说些什么 话到嘴边却成了 新慈欠你的 这辈子都还不清 但求你能平安救父亲母亲出来 说着就从衣巾里 掏出了一枚磨了棱角的平安符 取下 也上前一步 亲手系在卢骏的井上 色声声道 我等你 好 男子握住他瘦弱的肩膀 又松开 后退了一步 没再多逗留 抓着绳索在腕上缠绕了几圈 一个纵身 便踩着墙壁 攀上了高高的城墙 几下就不见了踪影 小姐 小姐 这里好黑 咱们快走吧 喜鹊拉拉宋新慈一脚 声音发颤 走吧 宋新慈攥着丫鬟的小手 仰头高高看了一眼 黑森森的墙头 快步朝着小树林跑去 宋新慈和喜鹊 跌跌撞撞穿过了小树林 还算顺利地找到了停靠在河岸上的那只 挂着绿色纸灯的船只 小心翼翼地靠上去 问着暗号 船家在吗 几人搭船 是了 松了口气 宋新慈答道 有七人 坐不下 他不答 听见这回答 船里静了静 草帘被拨开 冷淡的声音从里面传出来 进来等吧 船里空间还算大 点了一盏小灯 宋新慈主仆挑了个角落 坐下来 拘紧地抱着怀里的包裹 看着那带着斗笠的船夫 在他们进来后 捡起地上一只鱼杆 从另一侧出了船舱 坐在船头甩了鱼线 静 很静 今日无风 水面上连点浮动都没 宋新慈望着 那在这不下雨的夜里 也身披缩衣的船夫背影 渐渐开始走神 想着他爹 想着他娘 又想着等到逃出生天 就到北方去 他身上还有一两件值钱的玩意儿 换作银钱 可以先做个小本买卖 等风头过了 再将胡家的罪证 承递到京城中 还他爹一个清白 想着想着 不知过了多久 忽然耳边一炸 隔着那层粗糙的草帘 听见远处传来的沸沸人声 心跳扑通扑通 震了起来 他想也没想 就撩开了手边的草帘 从船舱里钻了出来 一眼望去 不远处正由几匹马匆匆驾来 后头是一片明晃晃的火把 还没看清楚人影 就听见那熟悉的浑厚嗓音 大声一喊 有追兵快开船 眼前一花 宋新慈再眨眼 那片火光便被挡住 他抬起头 看见那船夫轻飘飘落在他身前 手一抖 缩衣掉进了水中 绿纸壶的灯笼下 露出了一身苍青色的布衣 左手的剑 站住 大胆贼人 还不停下 不要逃 刚才还静得不得了的河岸 一下子就喧哗起来 宋新慈看着船夫 一箭砍断拴在岸上的绳索 抓起撑船的杆子 那头围首的一匹马载着人 很快就到了他们面前 后头的追兵紧紧撵着 看来是他们劫狱的时候 惊动了老手 没能顺利地逃脱 心慈 宋母一被宋父放下马来 便哭着扑向他女儿 娘 宋新慈抱住披头散发 脸上被伤的宋母 也是泪流了下来 一旁衣衫褴的宋父 推着他们两个怒声道 先别磨蹭 快上船 不远处刀兵已接 叮叮当当的打斗声传来 宋新慈扶着宋母 仓皇回过头去 很是容易在几十人群中 寻见那道快要被包围的黑衣人影 看着一刀刀从他身旁擦过 惊声喊道 你安哥 那人一刀劈腿 近身几名官兵 趁乱扭过头 活光下的脸庞挂着血 很是猙獰 大人快走啊 不要管我们 就在他身边 宋恩孝几名亲部 狼狈地从马上躲避下来 一边抵挡不断涌上的追兵 一边冲着十几丈远外的船只 高声喝道 就这么短短几夕身上已开了花 早有预感事情不会这么顺利 但见着眼前血光之相 宋心慈还是忍不住打了个颤 被宋恩孝推着肩膀往船里按 快快开船 追兵一步步紧逼 宋父催促那拿着撑杆不动的船夫 青肿的脸上满是急出的汗水 牢中这些时日几乎不是人过的 马上就能逃出生天 怎能不急迫 爹 再等等 他们还没过来 宋心慈握着船夫手中撑杆 不让他动 扭头望见那片火光 不肯坐进去 宋母见状在一旁抓着他啼哭 心慈啊 咱们先走吧 快别等了 心慈 小姐 喜鹊吓得在一旁干掉眼泪 我 我 宋心慈回头 看着他娘眼中的狼狈 心中左右摇摆 手一松就被宋父拖了进去 船身缓缓离岸 他被浑身哆嗦的宋母抱着坐下 对面是颤巍巍的喜鹊 听他们两个一遍一遍叫着自己的名字 心慈 心慈啊 小姐 宋父就坐在两人的对面 强座镇定地拨开草帘 看着外面动静 不停地催促船夫 快乘船 再快点 就在船行离岸边丈远时 那撑干的船夫突然气了肠杆 蜻蜓点水一边浮过岸头 几个落地 身形未立 手中长剑平直刺出 吭枪一声击落一把长刀 看看帮那身形高大的黑衣人挡掉一劫 一招出 他左手抓住黑衣人衣领 脚尖落地 带着他后纵一丈 退离那二三十人的围堵 一手狠狠抓在他肩头 皱眉道 别动 有危险 与此同时 前面又亮起了一片火光 远远就听人高喊道 都让开